嗨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所以今天的影片非常特别 因为我们有特别来宾 耶 嗨 好 就是来自美国的亦凡 还有来自台湾的冠余 hello 哈哈哈 好 那今天访问的主题其实就非常明显啦 就是我们要访问两位 就是台美情侣之间的文化差异 然后语言的一些问题 还有就是相处模式 所以非常期待 那现在就要麻烦两位自我介绍咯 好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请自我介绍 然后你们怎么认识在一起多久 妮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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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啦 大家好 我叫冠余 我是台湾人来自新竹 hello 大家好 我叫胡亦凡 我来自美国 我们在爱尔兰认识 我们在爱尔兰认识 然后我们认识是因为我之前在德国交换 然后学期结束之后我自己飞到爱尔兰 所以亦凡也是老师吗 还是 他不是 一定不是 我就是 就是那个时候我住在的城市 其实在爱尔兰没有台湾人 以前有很多台湾朋友 所以就是我感觉有点难过 因为 差不多是台湾人 没有话聊天 然后我叫他在那个APP中 语言交换 语言交换 我说一个台湾人就在爱尔兰 所以我们就是 开始两天 开始两天 对 但以前在德国连去 对 然后去爱尔兰看一下 如果他想不想去爱尔兰 因为他有那个打工度假的钱 那时候有申请打工度假的钱 对 所以我就想说我先去看我喜不喜欢 ok 然后喜欢的话我就去呆着 了解 所以去他住在的地方 我们 去很多台湾 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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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多 一年多 还算是热恋 还蛮热恋的 目前 对对对 很棒很棒 看心情 对 看我们那天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 他有时候很懒惰 他就讲英文 我很懒惰我就讲中 对 好棒 我们想要练习的时候 我们就会讲 他就讲中文就讲英文 对 因为你来台湾 我们会台湾的时候 他 其实 不能讲英文 对他不能讲英文 因为 因为都是大家都讲中文 对 对就是有英文中文 会不会有台语 有时候啊 有时候我一直问他 欸 那个什么 那个台语 台语怎么讲 他有别人在讲什么 他不知道 所以如果他不知道的话 他打给他爸爸 欸爸爸 这个台语 台语怎么讲 我不会耶 你叫救兵 是不是 你把我一直当 我把我一直当 这么简单 你不会 我这么可爱 所以 关于台语的程度 大概是怎么样 我可以听得懂 但是讲很烂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耶 可是跟我爸爸比就很烂 但是就是我们在一家的时候 你爸爸一直讲台语 对 然后有时候你也讲台语 跟他讲台语 对啊 所以我觉得你的台语很标准 嗯 没有很厉害 就没有像阿曼那么厉害 当然 我觉得我应该也是差不多的 对 的等级 对 我 其实我 我在爱人的人是台湾 嗯 我不在美国人是台湾 我在爱人的人 是很多台湾人 嗯 然后原来也知道 台湾是什么国家 对 然后 肺炎的时候 我台湾朋友都离开了 所以我 很难过 很难过 对啊 所以我就想 学中文 因为就是 对了说台湾 因为台湾是我的目标 所以我就想学 呃 照文 跟台语什么的什么的 哦 了解 嗯 很好很好 所以在那边的台湾人 大部分都是以 就是交换学生吗 还是 工作呢 就是他们都是在 爱人打工度假 哦 打工度假 他们在 我们在餐厅跟市 OK 然后 我就跟他们聊天 去玩 嗯 好好 欸那你怎么学中文 我其实 就是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 就是如果你在国外 的话 没 就没有多机会 这样 中文 或者是怎么学 中文 所以 都是看台剧 台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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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點上 對 如果用英文的話 就會覺得自己在那邊轉來轉去 人家也不一定聽得懂 可是用中文的話就很容易 了解 有 因為我爸媽是完全不會講英文的 是怎麼會講 完全不會 完全不會 OK 然後他就可以跟我爸媽還是可以聊天 對 因為他中文不錯 然後我媽就會說 哇你中文太好了爸 以後都不能在你面前講壞話 請問你們吵架的時候 是用什麼語言呢 你覺得 其實 你生氣的時候 就是我們吵架的時候 大部分就是英文 因為他怕如果他講中文的話 會覺得我會聽不懂他的感情 他很生氣或是 有什麼 所以他聽不懂 但是他 我們吵架的時候 如果你那麼生氣 嗯 你有時候 怕你不知道怎麼講 所以有時候是中文 混合英文的 對 但大部分就是英文 因為他真的怕我會 我怕我覺得生氣 中文講太快 他聽不到 他就完全不知道我生氣的點在哪裡 對 我用中文講越講越生氣 好 那亦凡呢 如果你生氣的時候 如果我生氣 你好像也是有英文 是嗎 Mix 但是我還是 對啊就是mix 因為我還是想學中文 要練習 對 我生氣的時候可以 用中文表達 喬家 對 如果可以 對 如果我喬家的時候 我很有力講中文 我覺得很厲害 所以 我就是 好像是必要的技能 所以就是mix 我就是如果 不知道怎麼講一次 我就是用英文 然後中文 就是什麼 有一點混著 這樣子 對 因為他那時候 我認識他的時候 中文已經算流利了 然後我的 英文也是聽得懂 嗯 所以我覺得就是 一開始的磨合期 沒有那麼大 但是如果有些單字我聽不懂 他就會馬上拿出手機 然後把它 translate 就是 用英文 轉成中文 這樣我就看得懂 他不懂的時候 我也是用 Google給他看 對 就是還是需要一些 對 就有一點耐心 對 不然有些人他們就會說 那你怎麼那麼笨 都聽不懂 對 然後他們就很容易吵這樣 然後我們會馬上拿出手機 給對方看 對 最近就是我們有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我們 就是 騎車要去什麼 地方 他說 道行 道行 這個字我 以前都不懂 他說 道行是什麼 道行 快點快點 可是哎唷 他就會站在那裡不動 然後你說你為什麼不道行 我覺得很深 然後後面上去 了解 就還是會有 偶爾會有這樣的狀況 就是 對 那你現在都聽不懂 道行是不是 對 他聽不懂英文 是 navigate 欸這蠻好的 就互相學習 對啊 心理字這樣 也是很棒 好 然後下一個問題是 有關文化差異 cultural difference 嗯 比方說 冠語有沒有很受不了 意反的什麼行為 剛好多 你要先講還是我先講 好不然你先好了 不能講一下 然後他們美國 美國的習慣是他們會穿著鞋上床睡覺 上床睡覺 對 然後他們會習慣在床上吃東西 啊 所以我就覺得天啊鞋子怎麼可以穿上去 他就會說 都一樣髒啊 沒關係 他們還會穿著鞋子在上面跳 真的假的 對啊 因為我不知道欸 好特別喔 我沒辦法 我就習慣 這太酷了 嗯 對 還有沒有別的 還有呢 你還有呢 我會講一下 我知道你有很多欸 那你先 換你講一個 來來來來來 你先換你講一個 我 現在 有一個 就是 我覺得 台灣女生生氣的時候很誇獎 就是很恐怖 喔 就是 我真的沒辦法接受 但是他沒有那麼誇獎 因為他好像是有一點開放的台灣女生 因為他在去國外 所以他 要拉結外國的想法是什麼樣的 對 所以他會不會那麼誇獎 但是有時候就是讓我一個頭一大 所以就是我 我真的沒有辦法 有時候 我真的有時候 你說的誇張是怎麼樣 所以就是 嗯 哎呦 怎麼講 就是你 真的大一點 然後你就是 為什麼你那裡都聽不到 你那裡聽不到 你幹嘛 幹嘛 這樣你就是大聲 大一點 真的大一點 然後這樣 對 然後就是 如果我們喬喬的時候 玩 討論什麼 因為 我不想讓你離開 很生氣 真的 所以 但是台灣人的地方就是 不要管我 我要離開 然後就是 明天我們沒有討論 而是 就是一個老師 之後我們OK啊 但是我沒有OK啊 因為我們還沒有討論 所以我真的 對啊 我是說我現在不想講話 欸 好像大部分 但台灣女生 像我自己也是會 比較 不想要在當下 就是 對 去討論什麼 因為可能太神奇了 對 可能就會先 暫時退下 對 我覺得說 先不要講 然後他們就會想要 馬上講 對 我想一下喔 我感覺 跟外國人交往 比較沒有那種既定的框架 就是 好媳婦的框架 跟 好女朋友的框架 什麼 反正就是 你想要當什麼樣的人 就當自己 對 真的超有道理 對 因為在台灣你就會覺得 被束縛得很嚴重 對 但是跟外國人就 覺得比較開心 比較輕鬆的感覺 對對對 那 比方說 一般可能 外國人都會覺得 亞洲女生 比較容易吃醋 那 你覺得 有沒有 比較接觸 嗯 吃醋 就是我還不確定 就沒有特別 讓你覺得 沒有特別 就是堅強的吃醋 看情況 看情況 對 我認識有一些台灣女生 她吃醋 就是 沒關係 沒關係 美國女生會看你手機嗎 對啊 就是 美國女生就是想 就是偷看你的 真的假的 我覺得 台灣女生比較 creative 因為就是 如果女生 美國女生 她就是把你手機 我要看你的手機 但是如果 可能男生睡覺的時候 台灣女生就是偷偷看你的手機 就就是 台灣女生偷偷看 就是台灣女生偷偷看什麼東西 但是 美國女生 我們比較 就是比較 straight forward 就是我要看你的手機 給我看你的手機 你跟誰聊天啊 你跟誰聊天啊 你跟誰聊天 然後台灣女生 就是 偷偷看你的手機 然後 不要跟你說 不要跟你說 然後 網店 你插著頭 欸 我看你 你跟誰聊天啊 就是 這樣的差異 嗯 了解 可以 我同意啊 你偷偷看了嗎 你偷偷看過了嗎 沒有 有時候 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什麼 嗯 好 這問題是要問易凡的 就是你中文說得非常好 太好 那很多在台灣的外國人 其實不需要學中文 也可以過得很好 那為什麼你要學中文呢 你的動機是什麼 對我來說 就是因為 台灣一直都是我人生上最大的夢想 嗯 所以 學國語 嗯 都來說很重要 所以台語是台灣的語言 嗯 是最重要的事 哦 所以 如果我不在台灣 我還是想學國語 因為我就想全部拉結台灣 嗯 的文化 啊 生活什麼什麼的 嗯 所以 我覺得如果我在台灣 我一定要講很棒的 中文 哇 就是最重要的事 很棒 對我來說 了解了解 然後你也想學台語 我還想學台語 對 真的太厲害了 嗯 這已經是next level 哈哈哈 對 你也想學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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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看情況 嗯 因為我在國外的時候 我覺得 如果我遇見台灣人 然後他 就 再教我講中文 哦 天啊 你中文真的很厲害了吧 對 所以我就說你好 Hello 謝謝 但是我在 但是我在台灣的時候 我發現很多台灣人很忙 忙著什麼 忙著工作 哦 或是 如果我去全家 或是7-11 我這樣 哦 謝謝 拜拜 因為他們 我覺得很多台灣人很忙 嗯 但是如果我跟阿媽 阿姨 阿公 哇賽 你中文真的很厲害了吧 對啊 看他們忙不忙 對啊 看情況忙不忙 但是我覺得台灣人 比較 誇獎 哈哈哈 了解 好好 比較開心 請外國人講中文 非常開心啊 對 應該就是說很多台灣人 他們是 不會說英文的 或是別的語言 對 如果 外國人不說中文的話 可能就會覺得 非常有距離感 嗯 可是如果你一開口說中文 就 欸 有機會 對 有機會可以跟你做朋友 或是什麼的 嗯 很棒很棒 而關於有沒有覺得自己哪方面 變得比較像美國人 然後 呃 伊法有沒有覺得哪方面 變得比較像台灣人呢 我可能就覺得我觀念上 沒有那麼像 傳統的台灣人 就是我不會管 就是 他們你家有沒有房 他們家有沒有車 他念到哪裡 對 然後 其實 對 大部分 比較傳統的就是會care 對 你家媽媽 條件是什麼 嗯 治癌是什麼 對對對 OK 嗯 好 那 伊法呢 還是你本來就已經很台灣了 對 你有越來越台灣人嗎 我 你爸爸有說你越來越像台灣人 對 我爸爸越來越像台灣人 為什麼 就是我就是說 因為我上次是台灣人 哦 你剛剛不是跟你爸爸說哈 然後他很生氣 哦 對啊 我就說哈的時候 哈哈 就是因為是習慣 哈哈哈哈 對 你問我們的時候就說哈 外國人 不是 除了美國人 也是 嗯 就是 英國 外國人 就是講英文 日本也是 我真的超級的沒禮貌 嗯 因為就是我要interrupt你 就是 蛤啊啊 就是超級的沒禮貌 因為我已經擔心一點 對 所以我覺得 但是我已經習慣了 對 我爸爸沒辦法接受 他就一直罵了我 我說你對我怎麼樣 我是你爸爸 你知道嗎 我不是你的朋友 我告訴你我是你爸爸 知道嗎 你怎麼可以這麼沒禮貌 你怎麼可以這麼沒禮貌 但是在台灣說哈 是很正常 對 就是你聽不懂 我在上課的時候 就是老師問我什麼 我想哈 然後你這麼很 台 對 沒錯沒錯 對 嗯好這很有趣 欸我剛才想到一個就是 喔你會不會穿拖鞋出門 拖鞋 STIBA STIBA 他常常穿藍白拖 藍白拖 超愛藍白拖 很舒服 對啊超舒服 真的嗎 好窩好窩 真的太酷了 我帶我的藍白拖去每個地方 去7-11去全街 哇 真的非常台 好舒服 好好笑 放下酒 放下酒 好喔 我覺得他是台語學得你很快 就是 因為我之前他要學台語 他說他要學台語的時候 我就 送他一個LINE的切圖 然後就是蠟餅小心講台語 然後他就會每天都在那邊播 小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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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就會很 對他就會一直 用那個LINE的切圖學 然後那些剛好就也很實用 喔 已經水 對已經水 對已經水 你幾天 就是我們跟我大學 大學別了之後 因為我們晚年要開一間餐廳 那是台灣餐廳 这是为什么我要全部楼解台湾生活文化 因为我们以后要回美国 他要去大学就是Masters Degree 所以我想去美国分享给大家这段台湾的事情 所以可以让美国人楼解台湾是什么国家 所以就是我的梦想而已 就是开一间台湾餐厅 哇所以你也会就是一起 好棒喔 然后回台湾开一间餐厅再做 就是一个咖啡店的餐厅一条酒店 对 就可以一下住美国一下住台湾 这样很开心 对 好棒好棒 好的那这就是想要问你们的问题 然后谢谢你们 接受我的帮忙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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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